去吃鸡蛋 吃鸡蛋 吃鸡蛋 鸡蛋 鸡蛋 里面有没有馅 鸡蛋叫鸡子 鸡蛋叫鸡蛋 对 那现在就是 应该就是说叫鸡蛋大饼 对 还是按下了老大头的叫做 哦 还叫鸡蛋大饼 味道可以 一直吃 你这个大饼一天大概能做多少块 大几百个 都是无锡老无锡的来买的 老无锡人买的 对对对 比较适合无锡人的口味 对对对 面粉 最普通的面粉 最简单的食材 这个是发面还是 发面 发面是吧 还在包呢 这个是包在冰洋里面 对 这边是包好的 它里面包的是什么 猪油跟葱 你看这套包的 我给你鸡蛋大饼 要拿到鸡蛋大饼 这个包到鸡蛋大饼 然后一个鸡蛋大饼 发连了 这个鸡蛋大饼 还有这得来丢 这个鸡蛋大饼 我感觉这个鸡蛋大饼 看着鸡蛋大饼 叫七块饼 还没吃 不知道 看着七块饼 一个鸡蛋大饼 一个鸡蛋大饼 七块 然后鸡蛋18块 一个鸡蛋大饼 一个鸡蛋大饼 这个就是除了无锡吃不到的叫鸡汁大饼 其实我感觉它就是小油饼 然后加了一个鸡蛋 这个油饼很酥脆 但是呢 无锡人喜欢吃甜 它这个饼里面都带一点微微的甜味的 然后这里面有点葱花 加上鸡蛋 吃起来就是那种咸咸的 然后带甜味的感觉 看来无锡人真的非常喜欢吃甜 然后我刚刚咬了一口鸡蛋 这个鸡蛋里面是非常甜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